新年除了吃鮑魚之外 還要吃女士們最愛的花膠 花膠其實在海味之中 是最容易令人覺得自己賣假東西 但我又見話其實香港很少假花膠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真的每個人都想吃花膠 既然每個人都去找花膠的時候 你想做假也很難 但為何那些人會覺得自己買了假花膠 第一 發口不好 原本花膠一斤可以發出來 我可以一倍這麼大 但這個花膠發出來 跟剛才的花膠一樣 尺寸沒重過 沒大隻 那是否被人騙呢 第二 我煮出來 為何融化了 不變了 不變了 湯應該很黏性 膠質 但為何沒有味道 湯又不黏的 是否假的 那是甚麼 為何會出現甚麼情況 花膠的種類其實很多品種 更年興起的更多 以前我們做海味行 最主要買的花膠 主要真的叫花膠是敏魚肚 這些才叫真正的花膠 其實低等的花膠 其實他們叫魚肚 漂亮的 有膠質 很黏性大的 就叫做花膠 像一級的 例如現在流行的 就是在淡水爐魚製造的 叫做生開肚 生開的花膠 尺寸可能你看到 仍然大隻 但問題是 它的膠質沒有敏魚膠那麼重 咬口會沒有敏魚膠那麼嚼勁 它就比較脆身一點點 但仍然有膠質 煮的湯仍然有黏性 所以人們都很流行 有些再便宜一點點可以代替 現在近期很流行的一種叫做冰魚膠 其實它是一些冰魚 這個花膠其實是比較硬身的 就算煮了之後 它發了會發得大 但問題是你放了一段時間 它要馬上收回水 所以為何已經發出來 跟原本差不多的大小呢 沒錯 這些花膠是比較便宜的 而且它的膠質比較少 其實市面上有沒有假的花膠 仍然有的 有些叫合成膠 它可能用魚粉 魚膠粉 這樣做出來的 其實你要聞一下這隻花膠 我聞到它沒有味道 其實有些海水的腥味 還有煲花膠要記得 如果新水 譬如這些那麼淺色的 看到一些血筋 嗯嗯嗯 會腥煲出來之後 對 這些是真的花膠才會有的 但合成花膠永遠不會有這件事出現 而且不會一隻不同的樣子 是不是都是跟乾鮑魚一樣 都是越乾就是越漂亮 其實一定要是全乾 一定要是全乾 要啪啪聲 不能像乾鮑魚一樣騙 花膠就比較少了 花膠一定是要乾了 因為你一摸上手就知道它不乾 你都不會買的 花膠是不是漂亮 我們要看什麼方面 第一要看花膠是不是新水和舊水 例如這些放了十幾年 二十幾年的花膠 其實它已經是舊水了 時間就將它的腥味漸漸揮發走 所以煲出來的花膠就不會腥 譬如這些那麼淺色 這些是新水的花膠 煲出來可能還有一些腥味 即是越深色越漂亮 是的 第二就要看花膠的厚度 其實花膠不要選大隻 要選厚身 可能這隻花膠和第二隻花膠 不同大小 但它同一個重量 不要大隻 一定要選厚身 厚身 還有不要花 不要有花 不要割破 不要穿 第三就要留意它是不是花膠供還是花膠 每個人經常都說 怎麼分花膠供和花膠 其實很容易分 花膠供基本上 供是永遠有兩條線在旁邊的 而沒有土 即是花膠供 就不會有這兩條線的 煲出來會軟身一些 這樣 照顧不太好 很多人未清楚的時候 就去買 別人告訴你 是花膠供當作供 所以一定要設計 要看清楚 自己看清楚 保存花膠方法最簡單 吊起它 你看我們這包花膠 都是掛起就可以了 因為它已經是全乾 所以掛起它就可以了 讓它的腥味自然揮發 越放得越好 當然都是放一些陰涼的地方 不用曬 不用曬 正所謂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 就算我們聽Johnson說 買不到假的東西 但可能會被人騙青 雖然它寫就是寫一斤 但其實一斤是代表多少斤 多少斤 大家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我們現在香港用的 仍然是用絲馬斤 絲馬斤 絲馬斤一斤是16斤 16斤 即半斤八斤是對的 沒錯 半斤八斤是對的 不過已經是現代化 很多時候都用工制 所以其實是用多少克 究竟一斤是有多少克呢 不知道 你不知道吧 正確來說是605克 605克 是的 也可能有些店舖 為了方便起見 那它就做 齊頭 齊頭 600克就當一斤 其實 無形中就是少了5克的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騙青的手法 是很離譜的 即是最後被人騙了很多 有沒有這些事呢 當然有 很多時候它用第二個單位騙你 譬如說一斤 其實它原來那裡是一磅 其實你要知道 一磅是450克而已 是 那一斤是605克 那我給你一磅 其實就是少了很多 是不是 少了一百多克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被騙青 是不是要叫它在我們面前秤給我們看 其實有幾個方法 第一 就是你去買的時候 一定要看清楚 它的單位 多少錢 一斤 那時候秤 你看到為什麼不是一斤 它只有有黑數 那你也要知道 原來一斤是605克 第二 就是連磅都要很小心 那它可能說 它將磅調過 看著性 穩陣一點 即是由零開始 看到是零開始 是 沒錯 那大家買海味的時候 記得還是要找回一間 因實的店 最好就有很多人歷史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被騙了 沒錯 那大家都知道怎樣選海味 還有沒有被騙青 我們下集 聊不到再見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場